一、他于1947年出生于雪兰娥的吉宁、克林 是库普沙米和彭格芬的儿子 他曾担任中小学老师 进而成为师范学院讲师 直到2003年退休 除了教书育人 他也曾出版教育术语集 并为讲师开设课程 在捍卫戴米尔语地位的斗争中 他曾为全职戴米尔语教师师资短缺问题发生 也为学生向校方和县教育局 争取允许自学报考戴米尔文学 无论何时 他都致力于提升戴米尔语的地位 在担任戴米尔语规范理事会树里主席期间 他不仅出版了一本关于印语丰收节 Pongo的书 还收集了6000个教育术语 涵盖教育 数学 科学 技术和文学五个主要领域 并出版成集 以及为十二世纪经典著作 Authurtity的世西进行现代代米尔文 英文 马来文和华文翻译 他还在COVID-19肆虐期间 为四年集和五年集制作了 50个视频电子学材 以帮助学生在线学习戴米尔语 为了表彰他的服务 他被巴达林在野戴米尔青年协会 授语节出教师奖 Nalassiria Virathu 2023年6月 他因在社会和教育领域的贡献而获得 Athmoratna 珍贵的灵魂之意 全国奖 在当时的灵魂的灵魂之意 我们的灵魂很危险 我们的灵魂的灵魂 同时的灵魂的灵魂 我们的灵魂的人 在短魂的灵魂 这些灵魂的灵魂 我们的灵魂是否有着急的灵魂 他还为反对华小核弹小时施数理双语言课程DLP贡献不少 他积极参与社团活动 包括担任教育创新组织Protubian Innovacy Panditikan 的顾问和马来西亚社区与教育基金会MCEF 启迪项目Project Yolham的策划者 并于2017年成为全球印度裔组织 Gobio专为学习持环者开设的Verem项目协调员 在出版集编这方面 自1987年以来 他编写了KBSR、KSSR、KBSM和KSSM代米尔语教科书 他编写了一本有关批判性思维的书和一本教育学专书 当退休 他仍然在本地报纸上发表题为《马来西亚的戴米尔学校》的连载文章 以确保马来西亚戴米尔教育持续发展 他对马来西亚的印度社会贡献巨大